美国有线电视新网CNN有报导说 台湾海峡紧张情势 目前是全球媒体头条的焦点 但距离台湾4500公里的 中印边界的领土问题 目前因为中印的谈判陷入了紧张 有可能率先失控 而大陆外交部也警告 这个印度你要自重 中方敦促印方切实尊重 中方重大关切 停止采取任何时边界问题 复杂化扩大化的举动 不要做有损双方互信 和双边关系的事情 以实际行动维护中印边境地区 和平稳定 推动中印关系 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 大陆跟印度曾经在10月10号 进行了第13轮的军长级会谈 但是双方就边境的僵局无法化解 印度国防部更指控大陆不配合 大陆也反击认为印度的坚持提出不合理 不切实际的要求 使得谈判困难 大陆官媒环球时报更点名 美国就是挑起争端的核心 中印边界的领土争端 目前因为中印谈判陷入紧张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警告 印度你要自重 而且重申中国大陆从来都没有承认印度单方面非法设立的阿鲁纳恰尔邦 中国政府从不承认印度单方面非法设立的所谓阿鲁纳恰尔邦 坚决反对印度领导人赴上述地区访问 中方敦促印方切实尊重中方重大关切 停止采取任何是边界问题复杂化扩大化的举动 美国常常是围堵大陆 比如说高科技 那大陆呢还有包括的是产业链 这些国家是西方国家想要怎么样呢 跟大陆来脱钩 结果把生产链呢有一些呢都转到了越南 但现在踢到铁板了 我们来看到呢是越南劳工因为惧怕疫情 结果逃离城市 殃及了许多美国的企业 跟大家互动 您认为美国这些西方国家为了找印度阿越南阿 取代大陆 但是现在他们呢因为供应链都出现了问题 是不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来调节聊天室写上您的看法 记得多留言跟按赞 我们来看到在疫情啊 想要共存的这个理念之下 越南 所以来看到越南的经济中心胡志明市 在10月1号的时候 终于是解除了哦 持续近三个月的严厉封锁的措施 越南政府当然希望能够怎么样呢 以此挽救经济啊解封了嘛 稳定了国际的供应链 但没想到哦 解封之后的越南逐渐热闹了起来 在越南的南方国道上通勤好繁忙啊 而且呢来看到有的道路上啊 挤满了一眼望不到镜头的摩托车海 摩托车海啊为什么呢 他们并不是呢要去复工的路上 而是逃离胡志明市 让呢这个越南政府始料未及的事呢 就是啊在胡志明市还有周边地区解封之后 工厂啊并没有迅速的复工或复产 相反的是来看到因为惧怕疫情嘛 所以呢困在城内多余的劳工呢 竟然是抓紧机会逃离城市返回家乡 形成了特殊的摩托车返乡大军 我们来看到是越共中央的总书记阮富仲呢 他有特别提出来说 他7号在河内发表 他说呢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越南啊今年的经济增速的预测 只有3% 远低于之前预定的6%的目标 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许多的困难 还有巨大的挑战 越南虽然是国土面积不大 但是呢在全球的消费品的经济当中 他已经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其实就是因为受到大陆的一个帮忙 中国大陆呢有些吃不下的单 都转到了越南这个地方 所以越南的发展 是真的是谢谢中国大陆的帮忙 尤其呢我们来看到以美国为例呢 越南已经成为了是美国的第二大的 这个服装啊还有鞋类的来源了 而且是仅次于中国大陆 比如说呢以Nike为例啊 在美国销售的这个包括鞋类哦 有51% 是在越南制造的 所以非常的大 那Nike最近呢却是下调了 他们的销售预测 主要原因就是越南的供应商不给力嘛 比如说呢美国证券公司BTIG的分析师呢 李昂他特别说啊 说啊这个越南工厂依然充满着不确定性 他估计呢仅啊光是这个Nike呢 就已经减少了1.8亿双的这个鞋子的供应 由于这个疫情的导致供应链中断 让美国制造业巨头真的很着急 在8月中旬的时候 比如说啦有Nike啦 还有呢在内的超过80家的 美国服装还有鞋类的公司 还有呢美国服装啊 这个相关的民意的这协会 他们通通都很紧张 赶快呢写信给拜登总统 游顺利美国 你赶快啊给越南疫苗捐赠吧 现在呢越南完成疫苗接种人口的比例 只有16%蛮低的 是东南亚国家排名倒数的 只有胜过缅甸 但是呢他疫苗接种的区域 是有优先顺序的 在胡志明市已经有98%的人口 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 但不是啊这个所谓的运动服啊 或者是服装类啊 有受到牵连 连那个高科技一点的 比如说是苹果手机 也受到越南生产链的中断锁苦 9月底的时候呢 苹果公司表示 就是因为越南生产的问题 部分这个所谓的iPhone 13的发货呢 都被推迟了 这一次的供货中断 主要有四款 跟iPhone 13这个机型的相机模板块呢 是有相关的 受限的原因就是大多数的零件 都是在越南组装的 美国总统拜登 可以说是蜡烛两头烧 面对呢美国经济放缓 还有呢国际货币基金 它是下调美国的经济成长 预测达到了一个百分点 原本预估呢 认为美国今年的经济成长有7% 降到了6% 是非常多的降幅 美国的劳工部公布了 来看到是 9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还比8月份上涨了0.4% 你有通膨压力 比一年前上升了5.4% 这也是从6月7月2个月以后呢 美国通膨率再度攀上了 2008年以来 也就是13年以来的最高点 所以呢美股早盘啊 由红翻黑一度还下跌超过了200点 供应链大乱啊 加上呢这个加速通膨升温 美国总统拜登啊 要求呢 货物的吞吐繁忙的 比如说洛杉矶港啊 你必须24小时呢 进行运转 设法能够减轻西岸塞港 导致呢缺货啊 还有消费者物价上涨的问题 美国吃的用的所有商品 因为供应链出现问题 都没有办法顺利补货 连大型卖场 因为自家品牌的卫生纸 和瓶装水到不了货 干脆限制民众购买的数量 全美最忙的洛杉矶港 还有70多艘船卡在海上 要十多天才能入港 原本受疫情影响 全球的运输就延宕 现在加上美国港口劳工 和货车司机严重不足 更是雪上加霜 疫情前中国大陆航运到洛杉矶 一个货柜大概是3000美金 现在涨到快2万 涨幅接近7倍还供不应求 而这些成本都已经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供应链的问题短期之间难以解决 包括衣服玩具等都会出现短缺 今年的感恩节圣诞节 美国民众可能真的要用抢的 才可以买得到圣诞礼物 记者林姿惠纽约综合报道 拜登没有底气 需要大陆帮忙 尤其是要怎么解决通膨的问题 美国企业更是不断给拜登压力 希望快点解决跟大陆关税的问题 像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近日就要重新豁免549项 大陆进口商品的关税 并且就此咨询大家的意见 但是画家日报说 这只是川普的时期 有资格关税豁免达到多少 2200多项的产品当中的 一小部分就549类 那很多的豁免到期的商品 并没有包含在这个 549项的商品当中 所以有一些行业组织 希望拜登政府能够扩大豁免的计划 美国服装业的业者 他们有些负责人 他们就说 很多商品没有在这个豁免的范围内 真的令人失望 尤其来看到的是 美国全球 全国的制造商协会副主席 叫做莫娜汉 他还特别强调说 说这个制造商们 希望看到更多申请关税 减免的机会 而不是只是一些到期 或者是延期的豁免而已 美国企业进一步的抱怨说 有一部分对于中国大陆的商品 加征关税 实际上就是损害了 自己美国公司的利益 所以这个没有伤到 中国大陆那么多反而伤到自己了 例如美国公司 在供应链当中 比如说他采取了 某些所谓中国大陆产品 所以他因此被加征了关税 但是如果是中国大陆企业 他使用相同的一个产品的话 他所制造出来的一个产品 却免于关税 所以这使得美国企业 其实在价格上 没有办法跟中国大陆竞争 那你去怪你们的拜登 去怪你们的川普 所以来看到不只是美国 另外来看到是加拿大的驻华大使 包达明 他也特别说 敦促加拿大企业 要怎么样挖掘 中国大陆的商业潜力 他特别强调说 中国大陆经济的增长 还有增长的性质 对于加拿大的经济繁荣 有重要的意义 无论是人们的观点如何 中国大陆确实不容忽视 在贸易方面 加拿大公司应该忠于 我们价值观的同时 对加拿大的经济利益给予支持 只是最近来看到就是加拿大政府 在美中的竞争当中一直都被说 那你都是跟着美国的后面 当打手的角色 大陆跟加拿大关系急转直下 特别就是2018年 你拘禁了华为首席的财务长孟晚舟之后 中加关系降到了冰点 但是包达明特别强调了一个 大家可能都忽略的事实 也就是尽管中加之间 政治关系陷入了历史低点 但是经济的联系其实还蛮强 还更强了 大陆目前还是 加拿大的第二大的贸易伙伴 2020年的时候 加拿大对大陆的出口额 增长了8% 达到了250亿的家园 大概是200亿的美金 今年上半年增长的速度更快了 加拿大在今年第二季的 对华贸易逆差 接近60亿的家园 大概就是48亿的美金 大陆驻加拿大大使 从培武他就特别说了 这确实表明 中加的贸易合作 越来越密切又深入 供应链的噩梦 对于全球受半导体等相关的 领组件短缺 还有港口堵塞 劳动力短缺 物价上涨 这些问题的冲击 但是跟其他国家相比 大陆受到的影响并不算太大 我们来看到是纽约时报12号有说 有数百艘的船只停靠在中国港口 德国电视一台 他也特别说 由于晶片短缺还有电力的问题 中国大陆汽车销量相较于一年前 下降了20% 他们的外媒都这样唱衰中国大陆 但是事实是这样子吗 来看到是 大陆WTO研究会的副会长霍建国 他有特别说 跟其他国家相比 大陆受到的影响并不算太大 他特别点出来说 在全球的范围之内 中国大陆率先控制的疫情 比较早进入了复工复产的阶段 后来大陆对于全球短缺的物品的应急 也是提供了一些积极的作用 大陆经济的循环 有自己拥有产业链 也有供应链 基本上是稳定 他又不是都是进口的 他自己就能够自给自足 而且只是在某些 特别依赖进口的原材料 或者是其他商品上 大陆会受到全球供应链 混乱的一些影响 另外来看到其他国家的供应紧张 或者是价格上涨 可能都会导致大陆生产链 需要调整供货体系来进行应对 但是跟其他国家相比 没有影响那么大 而且来看到的是国际货币基金 INF 其实有对于中国大陆 在经济增长的预测 达到8% 非常的高 相较于7月的时候 它的估算是有下调 下调多少 就下调0.1% 跟美国是1%差很多 法新社有特别说 有分析认为 大陆正面临房地产市场的疲软 还有碳价格去上涨的问题 供应链短缺的问题 但是8%的经济成长 还是大陆自2011年以来 最强劲的增长率了 有起来看到 相较于大陆 欧美国家受到的冲击 真的大非常多 有凸显相较于大陆自己 生产出来的这些东西 它可以自己制造 美国 欧洲这些国家的供应链 有多脆弱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F 公布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对一些发达经济体 其实今年的经济增长的速度 都进行了下调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陷入了供应链的 纷乱的泥闹当中 而且美国的经济增速 刚刚有说 从7月份估计的7 下调了一个百分点 是G7当中下调幅度最大的 让拜登总统颜面无光 拜登真的很着急 在当地时间13号 会见了一些高级官员 跟企业的高管 跟他们共商怎么样 缓解供应链瓶颈的问题 CNN13号的时候 有描述 现在的全球供应链的噩梦 是电脑的晶片 就芯片短缺 史诗级的港口拥塞 还有卡车司机严重的缺乏 脆弱的供应链 正承受着极大的压力 英国的《泰晤士报》也说 为了控制疫情 而实施的边境管制措施 还有劳动力短缺 以及进口激增 形成了一个什么 完美风暴 那穆迪分析 有特别说最新的报告 由于交货不及 而且来看到全球生产都受阻 成本和价格因此上升 全球的经济增长 因此变得不那么强劲 欧美国家的港口集装箱 堆积如山的场景 成为最近西方主流媒体 关注的要点 《泰晤士报》13号 还在头条文章写到说 由于英国最大的集装箱 叫做菲利斯杜港 容量已经饱和了 一整批装满玩具的 电子产品的货船 12号还被调往了其他地方 《泰晤士报》有说 类似的状况 在全球各地都发生了 美国是最严重了 出现了集装箱的灾难 上个月一度有60艘的集装箱 在西海岸洛杉矶的长滩 等待了这个所谓的空的卸货 一个空位卸货等了非常久 而且美国的东岸港口状况也不乐观 一切都不正常了 供应链大混乱下的美国港口 我们来看到 纽约时报12号还为此进行了专闻 说美国第三大的集装箱的港口 叫乔治亚州的塞凡纳港 已经没有地方可以放东西了 近8万个集装箱堆叠在一起 比平常多了50% 其中大约有700个集装箱 已经停留在这边多少呢 已经一个月了 报道还说这些集装箱 要等待船只 把他们运送到最终的目的地 或者等待卡车司机 把他们运到仓库 乔治亚州的港务局的负责人 叫林奇 他有特别说 抱怨说压力从来都没那么大 消费者也能够切身感受到 供应链真的出现问题了 根据德国的商报12号有说 欧洲许多国家超市 日用品 商店 还有建材 这些的东西通常都是货架空空荡荡的 各种商品的价格还因此上涨了 比如说2019年 购买轮胎的均价是62欧元 现在已经飙升到了102欧元 在美国可以在杂货店或零售商店 一下子找到你的东西的时候 现在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找不到了 路透社引述白宫官员的话说 说货架空空如也可能是常态了 美国消费者 你必须要有一些灵活度跟耐心 当被问到那圣诞节购物的时候呢 这个官员还说有些东西 你可能还是买不到 供应链的问题啊 对美国食品啊 还有这个农品啊 也是造成很大的威胁 比如说很多农民会发现说 你要收割嘛 但是呢 你的机器故障了怎么办 也没有人可以帮你相关的 因为机械没有了 你可能也有些故障 而没有办法使用 美国呢跟大陆啊 相继不是有公布9月份的 消费者物价指数吗 也就是CPI 大陆方面呢 其实有比上个月有下滑 但是呢 美国则是维持了 联储标准的2%的两倍以上 而且呢财政部长叶伦有坚持说 通膨只是暂时性的说法 现在呢 也与联准会的官员不同 美国总统拜登呢 为了解决美国供应链的危机 让消费者在购物旺季 有货物可买 现在已经下令 洛杉矶港口必须24小时要营运 美国洛杉矶长体港区 占有美国40%的货柜总量 不知港区成了货柜轮 大停车厂 货柜车运输也动弹不得 为了解决购物旺季工货问题 拜登下令 洛杉矶港区必须24小时 不中断运作 但CNN指出 供应列的问题 其实早在今年2月 拜登自己就点出 而且运输部长7月时 也有警告 美国财长叶伦表示 许多物品价格飙高 是因为疫情导致全球供应大锻炼 但通膨现象只是暂时 这一点美国联准会官员不认同财长说法 运物价飙涨的现象真的很夸张 CNN主播更对美国新车平均售价 感到不可思议 不只是晶片影响汽车 美国二手车车价同比去年上涨24.4% 油价则是上涨42.1% 连牛排都上涨超过22% 通膨飙涨 引发经济学者担忧 1970年代停滞性通膨 噩梦重演 甚至让川普有机可乘 川普透过发言人推特说 美国面临供应链危机 商店货价没货 汽油价格高涨 大家是不是开始想我了 事实上美国通膨率再度上涨 已经是美国平均目标2%的两倍 与大陆有着明显差距 9月CPI同比上涨0.7% 涨幅较上月回落0.1% 其中食品价格下降5.2% 大陆WTO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表示 与其他国家相比 大陆受到的影响并不算大 大陆因为率先控制疫情 较早进入复工 复产阶段 也对全球短缺物品的应急供应 发挥了积极作用 至于工业品价格则是受煤炭 以及部分高耗能行业产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 涨幅继续扩大 记者综合报道 好了看到美国常拉着盟友来对抗大陆 但是呢其实呢很多国家并没有想要对抗大陆 比如说欧洲的部分 德国总理梅克尔呢在卸任前 特别跟习近平主席会晤了进行通话 而且呢进行坦率的交流 另外呢习主席还特别称呼 他是一个好朋友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进行相关的深入讨论 而且还讲说呢 尽管呢双方有些分歧啊或差异 但是呢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还有包括了这个德国这边呢 其实呢都还算是蛮友好的 尤其德国呢也说 希望呢能够办好所谓的德国跟中国大陆建交 50周年的活动 那实际武席也说呢 其实他不会忘记老朋友 因为中国大陆重情重义的 美国阿常拉着欧洲盟友呢 针对新冠病毒来进行溯源的施压 对大陆施压 来看到是世界卫生组织 在13号宣布任命26位的科学家 组成新型病原体的科学咨询小组 秘书长呢谭德塞说 这可能是确定COVID-19起源的最后机会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说呢 中国大陆会继续支持 还有参与全球科学溯源 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操弄 与此同时呢 有关各方应该第一阶段溯源联合 研究为基础 坚持呢全球视角 要为病毒溯源做出贡献 您支持呢 其实中国大陆溯源以外 是不是要到其他世界的国家 进行溯源吗 请大家来聊天室 写下您的看法 您支持呢 除了中国大陆溯源之外 是否要到其他国家 也要进行溯源呢